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神儿黄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新神儿胆红素的特点 为啥新神儿会出现这么多黄胆呢 然后它应该有个特殊的代谢特点 第一个原因就是胆红素生成过多 也就是说新神儿出生以后呢 因为红细胞破坏过多 所以胆红素呢,造成胆红素生成过多 这是一个容易出现黄胆的原因 再一个,本身我们说这个对新神儿时期 这个白蛋白数量少 所以它转运胆红素能力怎么样 本身要弱,你产生又多 我转化又弱 还有第二个,大家看第三个原因就是 这个什么YZ蛋白呢,含量低 所以肝脏的功能反应不完善嘛 所以蛋白含量低 它跟什么蛋白结合的能力就什么 就弱,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肠道里边什么 β糖,β胖胖糖全酸 肝酶的活性增高 所以肠肝循环的量怎么样增加了 本来说它叫肠的胆红素 再经过一分解以后呢 又通过血循环又回到了什么 位置呀,或者我们说这个什么呀 胆整个血循环里边去 所以说叫肠肝循环的量增加了 就因为这个心神儿呢 有这个特点 所以相对来说 它呢容易出现心神儿什么呀 黄胆 这是它胆红素代谢 它基本的一个特点 所以大家都清楚 胆红素从红细胞破坏 产生以后呢 经过血循环又通过经过肝脏 在肝脏里边什么 跟一个特殊蛋白结合 结合以后呢 它要通过什么胆汁 怕到什么位置去 胆道里边去 然后通过胆道呢 怕往哪排呢 怕到肠道里边去 怕到肠道以后呢 有个肠肝循环 从大便出去 然后什么通小便出去 所以呢 在有一部分 要肠肝循环 回到什么地方 血循环 这是我们正常打红素代谢 但我们说 对这个心神儿来说呢 因为有什么 这四个特点 所以导致呢 心神儿什么打红素 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就是说 留在血循环打红素 多一些 所以出现什么 心神儿容易出现 叫什么黄胆 好 这是我们讲这个什么 管理他打红素的代谢特点 这个机理呢 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就一跳而过 咱们看一下 根据什么 心神儿黄胆的什么 这个特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肺内 有生理性黄胆 还有什么黄胆 病理性黄胆 比如说 生理特点上 心神儿确实容易出现黄胆 但是这个黄胆呢 有生理性的 还有病理性的 生理性黄胆 一般来说是无需处理的 病理性黄胆 必须要怎么样 经过治疗 那咱们看一下 我怎么去分清 是生理黄胆 还是病理黄胆 其实这位考点来说 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怎么判断 生理和病理 其实我们在 临床的什么 这个题目里边 首先要找清楚 看一下的 一般状态 大家听好 叫啥名字 叫一般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看孩子 虽然你出现黄胆 我说如果无法判断 轻和重 是生理和病理 先看一般状态 如果说你就有黄胆 那这个孩子呢 该怎么吃怎么吃 该喝喝 该睡睡 该玩玩 那又说 应该说 这个孩子什么 状态挺好的 那叫什么 一般就属于生理黄胆 如果说这黄胆 你看着也不那么严重 但是确实孩子什么 什么试睡呀 不吃奶呀 这表现 那应该叫什么状态差 我们叫病理性黄胆 所以首先从的一般状态 去分析一下 再也就是我们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 从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出现时间 第二个 每天增幅的什么呀 幅度 还有呢 我们就刚刚什么 后面要讲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出现时间 我们怎么判 出现时间去判断 生理和病理呢 一般来说 生后24小时内出现的 就属于什么呀 病理黄胆 那生理黄胆 一般什么会出现呢 是生后两到什么三天 这是足月 如果早产的情况下 可能生产生的时间呢 稍微晚一些 你像我们说足月 生后两到三天开始出现 四到五天呢 是高峰 然后五到七天 开始消退 一般来说 就是什么 我们叫生理黄胆 而且生理黄胆 最迟也不能超过两周 都完全消退 这是对足月 对早产来说呢 因为它 产生花的时间慢 所以它消退时间 也什么 也要长 大概 但是我们怎么说 早产 就有时间 一般不超过什么 四周 我们说足月 消退到一到两周 早产消退 大概是三到四周 这是我们叫什么 生理性黄胆 如果病例性黄胆 它不是生后两到三天出现 可能生后二十四小时内 出现 所以大家看 出现的时间也早 而且它需时时间也长 有时候足月 要超过两周 早产呢 要超过四周 那从这个出现时间 还有持续时间上判断 生理黄胆 和病例黄胆 这是一个什么判断一个点 再一个 我们看一下 每天增长的幅度 那如果大家可以理解 如果每天增长幅度 要小的情况下 应该属于生理性的 那要是高的情况下 应该属于什么 病例性的 那这个幅度 以谁为界限呢 记住85 我们叫85计划 是不是95计划 85计划 叫什么85 如果每天增幅 小于85个微毛每升 那就属于生理黄胆 那如果增高 每天增高超过什么 85个微毛每升 那就属于什么呀 病例黄胆 是第二个参考点 就是每天增幅的什么呀 幅度 第三个就是互处置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检测 这个打红色浓度 来测一下 是生理黄胆 还是什么病例黄胆 叫打红色什么呀 数值 那一般我们就规定 也是我们临床统计学 统计出来的 到足月儿来说 一般要小于 221个微毛每升 早产儿呢 小于257个微毛每升 那这个只要是 你没超过这个范围 就属于生理性黄胆 那你超过这个范围呢 就属于病例性黄胆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在这个生理黄胆 病例黄胆分离过程中 我们分清了足月儿和早产儿 所以这一点 同学们也要什么 把它明确 最后一个 就是管理症一般状况 刚才我讲过了 你看你 虽然出现黄胆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该围玩 我们就属于什么 生理性黄胆 你不吃不喝 不睡不玩了 那叫什么 叫病例性黄胆 所以或者叫什么 黄胆退而什么 腹腺 都属于病例黄胆 再也就是我们说 还有一个 就是看你血清中 结合打红色的浓度 如果血清中 结合打红色的浓度 超过34个微毛每升 叫称作 病例性黄胆 就一般我们说 这个结合打红色 是通过小便 大便是可以排出的 如果你超过什么 34个微毛每升 提示就是病例性黄胆 所以我们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呢 可以什么 来鉴别一下 是生理黄胆 还是病例黄胆 当然我们提到了 生理黄胆 是无需处理的 病例性黄胆 但需要什么 及时去处理 防止发生什么 核黄胆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关系这个什么 生理黄胆 与病例黄胆 分类 同学们需要重点掌握 第二就是来看一下 新生而什么黄胆的 常见原因 因为我们要是 分清黄胆 去着水病例黄胆 我得找原因 给你原因去治疗 然后更有什么 针对性 咱们看一下 常见原因 对孩子来说 一个就是感染因素 而且这个感染因素 常见于什么 聚细胞病毒 感染于什么 新生而肝炎 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是治疗黄胆 我主要治疗什么 肝炎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是非感染因素 这非感染因素 你的黄胆呢 一种就是新生而什么 溶血病 大概常见的什么 ABO血型 还有R血型不合 引起的溶血 叫新生而溶血病 还有一种可能 叫什么胆道必缩 因为说 这个胆汁呢 是排泄胆红素 是通过什么胆道排泄的 如果说胆道必缩 那胆红素排不出去 只能往哪里 再重新进入血循环 所以呢 引起什么呀 黄胆 加重 这叫什么 胆道必缩 还有一种情况 叫什么 叫非 叫母乳性黄胆 就这个孩子呢 主要是因为什么 服用了什么 主要是喂母乳 而母乳以前什么的 黄胆 他呢 一般状况 也是比较不错 但是呢 就是黄胆可能 比较严重 该退不退 但是我只要是 停止母乳喂养 或者是什么呀 我间断喂养 停止母乳喂养 可能三天以后 黄胆就会下降 再就是 我可以什么 间断喂养 就是说 今天喂一次母乳 喂一次什么奶粉 这样的情况下 黄胆慢慢的消退 这又属于什么呀 母乳性黄胆 所以它也不是 非感因素 是可以处理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遗传性疾病 如这个酶的缺乏 这个酶的缺乏 导致什么 红血胞破坏过多 这也是什么 也属于非感因素 而引起黄胆 所以我们要把原因 找清楚 才可以怎么样 去针对性的去治疗 所以这个原因呢 大家需要做一个参考 要重点理解一下 好 那我们通过原因呢 我们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新山什么 溶血病 这个新山溶血病呢 我们在新山时期 是引起黄胆 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溶血病发生以后 不仅出现黄胆 我们应该如何去诊断 治疗这个什么 溶血病 而且应该是什么 通过的黄胆判断 我们应该去 如果治疗它 这个病因呢 我们叫溶血黄胆 常见的就是 这三种情况 一个就是 A病 血性不合溶血 再就是什么 R血性不合 那主要是母婴 血性不合 如果是母婴血性不合 对于什么在胎儿期 就刺激母体成的什么 抗体啊 是不是 这抗体是通过 胎盘 再什么 再回去 溶了什么 孩子的血 就叫什么 母婴血性不合 那我们在目前来说 全世界 就两种血型 要常见 一种是A病 一种是什么RH 那我们来说一下 你不用计识哪一个血 哪个血性 但我要再告诉同学们 A病血性溶血 一般常发生 什么情况下 什么情况呢 妈妈什么血型 O型血 妈妈是O型血 如果妈妈不是O型血 这个孩子爱什么血型 都不会发生溶血的 所以一般我们说 遗传的规律 也决定了这个方法 这个特点 所以大家记录是 妈妈是什么血呀 O型血 然后呢 孩子不是O型血 孩子是A型 或者是B型 那这样 我们一般来说的低胎 就容易发生A病 溶血 所以我叫什么 叫O1 就是啥意思 如果O型血 妈妈是O型血 她第一胎 如果孩子不是O型血 欢迎话 她丈夫不是O型血 丈夫是A型 B型 这样的话 那她的孩子 可能是A型 还可能是B型 也可能是O型 这样的话 如果孩子是A型 B型 在第一胎 就容易发生A病 溶血 这是我们说 这个 它的避音特点 再就是R的血性 大家首先明白 这个R之溶血 主要是母亲是R之什么性 阴性 母亲是R之人性 大多数汉族人 我们都是R之什么性 阳性 所以如果她丈夫是R之什么性 阳性 她呢 是R之什么阴性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她孩子是R之阳性 这样我们说 她在怀的第二个孩子 就容易出现什么 溶血表现 是第几胎呀 第二胎 所以我们常讲什么R之什么样 母二 是不是R之母二 啥意思 一般ABO呢 要是发生溶血 是第一胎 R是溶血 场景有什么 第二胎 那肯定是抗体越积越多 第二胎就容易发生 溶血性表现 这也是我们说叫第二胎 当然孩子就肯定是R之什么呀 阳性 阳性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两种血性 所以同学们记住是母一 还有什么R是什么呀 二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这个病因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什么临床表现 一般来说 这个R之溶血呢 一般出的症状比较重 ABO呢 溶血相对来说比较轻 那最主要表现就轻症 就出现一个黄胆 不过黄胆也是有轻有重 那除了我们重症患者 一般来说除了黄胆之外 还有啥表现贫血 那肯定是严重溶血呗 还有引致什么 水肿 还有引致心衰 还有引致肝皮肿大 因为我们说肝皮肿大 主要是什么呀 带场性什么呀 要随外造血 因为你一旦溶血 红细胞要降低 激活什么原始的造成器官 叫什么肝皮什么呀 肿大 那你说红细胞都 当然都破坏了 那肯定是贫血了 对不对 所以引致什么 贫血还引致什么呀 水肿 引致什么心衰 因为一旦贫血 我们心脏想使劲什么工作 去完成这个什么 去养的什么呀 存在 所以导致什么 容易发生心衰 这是我们说 叫重症患者 那轻轻患者 重症患者 能理解 这什么含义就行了 如果说溶血以后呢 这个胃结合打红素 能够太高 因为结合打红素 是通过什么 能够通过什么 是溶血的 可以通过什么 小便 通过什么 大便 排出体外的 你像胃结合打红素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 它不能通过什么呀 小便 排出去 其中在血循环里边 它指纹性的 容易透过血脑瓶障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太高 就会发生 大红素 什么病 脑病 大红素脑病 就是说 大红素 通过什么 血脑瓶障 跟脑细胞结合 导致什么呀 出现了一系列 脑神经细胞 使用的一个表现 叫什么 大红素脑病 一般的时候 这个天出现 黄胆继续加重 然后取得了 神经性的症状 首先改变可能就是 我们说反应吃对 叫什么 试睡 喂养困难 吃东西 没有力气 然后再继续发展 劝什么双眼能使 凝视 然后肌脑力怎么增高 一开始是梅治 后来是增高 最后可能的结局就是 如果你治疗及时 可能效果不错 治疗不及时 最后有些终身的什么 后遗症 包括什么手足 软动 体力下降 只能落后 眼球什么运动 增产 这个表现 这叫什么病 这叫胆红素脑病 所以同学们能够 作为我们这个什么医生 能办这个什么 主要的临床特点 能理解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病的诊断 我们诊断 主要靠什么 叫病时 加临床表现 加检查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了 任何疾病的诊断 我们都需要靠病时 临床表现 包括症状和体征 当然了 我们要配合什么 相关的实验室 几乎检查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溶血拼血礼拜 溶血黄胆礼拜 我们要是诊断 除了这个前面的表现之外 就不再解释了 那肯定要查血型了 是不是 那我同时要看看 是不是溶血病 我要做几个几箱 实验检查 一个叫什么 化而改良 直接什么抗 人球蛋白实验 证明是不是这什么 血型部和溶血 再一个叫抗体什么呀 释放实验 看是不是有免疫抗体 它是因为什么呀 这免疫抗体 把红脂肪给破坏了 对不对 然后还看 直接查清 那化而血清中 有免疫抗体 一个是抗体释放 一个是有免疫抗体 看有没有这种抗体 再也还可以做一个什么 化而改良 直接靠人球蛋白实验 是不是溶血拼血 来确诊一下 所以呢 这三种方法 都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 抗体 是不是真的已经怎么样 是因为抗原抗体结合 发生了什么呀 这个溶血拼血 溶血症 所以我们的诊断呢 就是靠这个什么 病史临床表现 加各项试验室 几乎检查 这是诊断的什么 思路 如果真的是溶血拼血 我们要治疗 最好是在产前做个治疗 产前可以做个什么呢 叫血浆置换 就是吧 我们说用很多抗原的血 给置换掉 再一个还可以做一个功能输血 还可以做煤预导剂 主要是促进这个什么呀 这个什么 溶血成凭血打红色排线 再一个还可以做 提前非免 就产前治疗 那如果说 经过这治疗以后 你还是有溶血表现 那么新生涯要做一个治疗 新生涯治疗的方法 一个是叫光疗 我们蓝光 再有的是什么 换血 还有呢 做药物治疗 还有其他的 就是治疗 一般我们说 作为考试考点 就问大家 产前治疗呢 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新生涯治疗 主要考大家 什么情况下 做光疗 什么情况下 做换血疗法 那换血疗法 和光疗过程中 注意什么事项 药物 大家比较好选择 好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大家看 叫什么蓝光照射 蓝光照射 这是蓝光箱 大家能看 是蓝色的蓝光箱 这个蓝光箱呢 就是说有什么单面照射 还有双面照射 一般我们都是选双面的 这样可以什么 你不 没有必要说什么 隔几个小时 给孩子翻身 因为我们双面 底下能照 双面眼照 就是叫双面照射 叫什么蓝光箱 在这个箱子里边 这叫什么蓝光箱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选了光疗 一般有规定 什么情况下 可以选光疗法 我们说 胆红色浓度 超过221 然后要小于多少 342 对早产来说 大于什么呢 257 这种情况下 可以做一个什么光疗 光疗的蓝光效果 一般是波长在这个位置 425到什么 475这个时间 这一段蓝光效果最好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改变了打红色结构 所以这样呢 通过什么改变结构以后呢 一个光照 它可以什么推进它的排线 就这么简单 但是注意事项 需要盖住什么呀 双眼 即什么呀 外生气 双眼和生气关 给它盖住 你别把这个地方 给它损伤 刺激眼睛 对吧 如果出现什么肝脏变大 血运打红色 反而增高 皮肤成什么青铜色 叫青铜症嘛 我们要停止光疗 这是光耳的什么 注意事项 然后什么时候换血治疗呢 一般我们认为 换血 尤其对于什么呀 血运打红色浓度 超过什么 342的 你必须换血治疗 所以这个叫什么 换血疗法 换血量 我们按照 供应体重算 一般来说就是什么 是每供应体重 150到什么 180毫升 一般我们说 换血量 基本打到我们这孩子 什么 全血量的几倍 两倍 全血量两倍 这样可以什么 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那种类呢 根据不同的血型不合 我们选择不同的血型去换血 比如说 假如对R是血型 容血的 可以选用什么 它系统与母亲是相同的 但是什么呀 ABO系统与什么 与心神什么 相同的血液 去给什么 做一个换血量 要是ABO血型不合的 容血症呢 一般我们选择是什么 AB型的血浆 和O型血的什么 混合血 O型的红细胞 这混合的 因为AB型的血浆里边 没有什么抗A抗B 对不对 那O型什么 O型红细胞里边 表面也是没有什么 没有抗A没有抗B 所以他们一结合 对着什么 ABO血症中 农血的什么 农血症 最适合 所以用AB型的血经 血浆 用什么 O型的什么呀 红细胞 混合血 可以对呢 ABO血型不合农血 做一个什么 化学疗法 对于RH血型来说 一般我们就偷血型嘛 它除了有ABO的分系统 还有什么呀 RH系统 所以我要选择什么 选择用RH系统 与实验母亲相同 但是什么ABO系统 与什么 新实验相同的血液 来就可以做一个 换血疗法 一般我们要求是 动静们同步的 动静们都要同时换 这就是要什么 换血治疗 这个地方 可能会是一个考点 所以 其实在临床上 像ABO血 是溶血 也很少达到一个 什么换血的一个要求 尤其我们当时RH系统不合 容易发生换血 容易什么 选择这个方法 那这样的情况下 要记得是 对于血用RH系统 与母亲相同 但是ABO与什么 新实验 各种的血液 去做一个换血的一个 体验品 好 这叫什么 换血资料 指针 刚才提到过了 什么情况可以换血呢 看这一个 总挡浓度达到了 342个微毛每身 或者是 这个 产前 已经明确诊断 明确诊断是溶血症 然后冲的时候呢 齐血总打红素 超过了什么 68个微毛每身 全红蛋白 低于什么 120克 伴有水肿 肝体肿断 和心衰的 那我们说 产前 已经明确诊断 已经这表现了 我必须采用什么 换血治疗 同学可能说 老师这120也不拼血 这是孩子 如果新生 出生用 全红蛋红素 低于 145克 就要拼血 那120肯定是 年重拼血了 就从这讲的话 这种情况 必须采用什么 叫换血治疗 第二种情况 生后 12小时内 打红素上升 每小时 超过什么 12个微毛每身 所调升啊 对 一旦调升 什么的破坏太多 这种情况下 需要提前换血治疗 或者我们说 测 打红素总浓度 如果超过什么 342个微毛每身 我们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 换血治疗 还有第四种情况 就是 无论 胆红素水平有高低 一有胆红素毛病的 早期表现者 那肯定是 发生了 那必须怎么样 换血治疗 所以说 你说 这个胆红素脑病 唯一只要办法 就是换血 因为它通过 血脑瓶着 我们没法去 做一个明确的治疗 所以只能说 只要有早期表现 统统需要什么样 换血治疗 其实你的胆红素浓度 并不高 我们也需要怎么样 指针换血治疗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换血指针 就是说病情严重 就在换血 是不是 受症呢 有个标准 就这总的标准 叫什么 三四二 或者是 已经出现了 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表现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前面叫心神什么 溶血症 咱们看一下 下面两个病 就是管理这个 心神缺血 缺氧脑病 与什么 颅内出血 这两个病的特点 好 咱们看一下 管理这个 缺血 缺氧脑病 这也是 卫生期 缺氧以后的 一个严重并发症 就是 如果是心神儿 缺血缺氧 最可怕就是什么 吸大脑 最容易缺氧 所以叫什么 如果大脑缺氧 缺氧一息的表现 就称作心神儿 缺血 缺氧生什么病 脑病 那肯定是 脑细胞 对缺氧是最敏感的 所以我们说叫 缺氧生什么 脑病 病因呢 主要就是 卫生期止息 或者什么 心神儿疾病 和心神儿止息 爱引起来 所以它的本质 主要是什么呀 缺氧 然后谁对缺氧最敏感呀 那当然是大脑了 所以我们说 对于孩子来说 这个特殊疾病 叫缺血 缺氧的疾病 脑病 如果你要是 没有及时治疗 要脑细胞 损伤比较多的情况下 就是你想的 叫什么脑弹了 所以说 它的本质 就是什么 就是缺氧 病因 我们就好理解 反正就是缺氧 是不是 各种原因找到缺氧 那如果是我们说 对可能有引起什么 脑细胞损伤 叫脑病 发病机制 一般我们说像 足月儿和早产儿 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足月儿呢 常见的改变就是 皮质 更死 就是什么样 身部什么 灰脂和水 这样 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下 也许这个孩子 可能留下了 好多什么样 病例特点 最后可能 肢力有缺陷呀 或哪个位置有缺陷呀 就你讲的脑坦白 那早产儿呢 毛血管比较脆 所以它缺氧是 容易去出血 而且常见是什么 脑室周围出血 和什么脑室出血 其实我们就讲的 像比如说 这个出血 脑出血 因为叫缺氧严重 会引脑出血 它俩有点相似之出 所以颅内出血的情况下 就是足月儿 也容易这个位置出血 而早产儿呢 容易脑室周围出血 或脑室内出血 也就是说 你缺氧的结局 可能会引起颅内出血 这也是脑病一个特征性特点 好 这叫什么呀 法病机制 你缺氧呗 看一下临床表现 那要缺氧以后脑病 到底哪些表现呢 它有几个方面去描述 我们分了什么 是轻度 中度和什么 重度 那肯定是 它需要的面积 发生不同 那可能是 它的表现 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看一下 轻度 中度 重度 它从哪几个方面去描述 是能分辨出来的 一个出现时间 一般来说 这个轻度的脑病呢 一般是出生 二小的那开始出现 那症状 所以比较轻一些 像我们中度呢 是什么呀 其实是 冰性发展呗 是不是啊 然后24到什么 48小时出现 这个比较叫什么 叫中度 然后重度呢 是出生到什么呀 到72小时 你看从出生开始 病情是越来越重 它是轻度是24小时内 中度是24小时后 到三天之间 那重度呢 一般都是什么呀 是从出生就开始出现 一直持续多少小时 72小时 这出现的时间 所以可能说 有些特别重的情况下 可能出现反而晚 为啥呢 你可能不注意它 这已经出现了 看什么呢 看轻心状态 看什么呢 执张力 还看这原始反射 那比如说 轻心状态 要是轻度的话 就是一个过度兴奋 就是说先兴奋 中度 开始从兴奋 到什么反应吃对 然后重度 只有来这个 神就不轻了 所以说先兴奋 再持对 最后直接持对 到什么情况 神就不轻了 这要是什么 轻度 中度和重度 在进行状态 这个是判断 在临床判断 轻中度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再就是看 你的孩子执张力 一看执张力还正常 那也属于轻度 然后执张力 什么降低了 那也属于中度 然后执张力 软瘫了 那肯定是属于中度了 这叫什么 执张力 来判断轻中度 还有一种 就是原始反射 原始反射 活跃 也就是说存在正常 叫什么 叫轻度 然后原始反射 要是减弱 什么真的是 脑细胞有损伤了 叫什么 叫中度 如果原始反射 都没有了 什么你是损伤 比较严重的 根本就忍不出 这个什么神经反射来 这也属于什么呀 属于重度 什么呀 脑病 还有看什么 经觉 呼吸 瞳孔 念头和预后 像这个轻度的 一般来说 你没有经觉 那中度 常常有经觉 那重度是 反复发生的 这个经觉 所以你看 经觉越来越频繁 顺便你脑细胞 什么的越来越严重 呼吸 规则 是轻度 可能不规则 是中度 然后直接不规则 叫什么 叫中度 瞳孔 没有任何变化 轻度 可能缩小 然后叫什么 叫中度 那不对称 有大有小的 叫什么 叫中度 脑电图 要是轻度 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说 中度叫低电压 要是重度 叫爆发 什么 抑制 就是不动了 没 出了图形了 抑制了 对不对 那轻度 如果是预后呢 比较好 那中度 可会存在 可能会存在 后遗症 然后中度 就直接就 长游什么样 后遗症 它就通过这个描述 来判断是什么 轻度中度 不过在这里边 考察点 在前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位置 出现时间 一般来说 轻度 一般就从什么 二小时内出现 然后中度是 二十四到四八小时内 那中度是从 出生到 七十二小时 这也是出现时间 要做一个重点 了解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 如何诊断是脑病 就是缺血 缺症脑病 其实我们还是 考虑状表现 不过今天 大家听好了 我们就说 前面 他这个脑病的什么 本质是缺氧 那缺氧 可能在我们说的 没出生之前 这个孩子 可能有窒息的一个病逝 所以我要先做一个 有没有可能是 这些表现 诊断 所以这窒息 有没有的功能之心 那怎么办呢 就准备胎心 过地了 缺乱什么 碗子减速 或羊水什么呀 三度无乱 我up下评分 出生以后 up下评分 小一几度呀 小三分 特别是 五分钟评分 仍然小六分 然后生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七块插管 或者这下复苏的 那肯定有这些诊断 这些病逝 然后出生后 冬白血 也生后一小时的 什么冬白血 皮爱质 小一减七 会有 算我们的表现 证明确实有缺氧表现 所以叫什么 这个是我们诊断的 什么依据 有这个病史 有这个诊断 那容易发生 叫什么脑病 所以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他主要的方式 后边就是 神经性的表现 他使用的诊断方式 就是临床什么诊断 然后我们做心电图 暖电图 也跟我们检查 所以说看看 有没有什么 到底是不是什么呀 缺氧脑病 因为比如说 这个神经性的表现 一直障碍 智障力 还有什么原始变化的表现 然后常有惊觉 现在什么脑干功能异常 瞳孔的改变 对不对 还有尿出流 还有多器官功能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又可以做一个 什么临床诊断 你通过这个 前面我们这些病史 加上我们后续 确渐的什么 神经系统 改变的表现 可以诊断 确实是 这有损伤了 这又叫临床诊断 当然你还需要做 服务检查 你得看一下 这个脑病 发生什么位置 是不是哪个地方 你会出血 哪个地方会有损伤 我们可以做一个 什么早期 可以做什么呀 核磁 再一个还查什么 脑界的什么 CKBB 还有什么NSE 这是血性蛋白 还可以什么 IC100蛋白 还可以查什么 ECG 脑电图新年图 其实我们说 这个像这个 EG脑电图 MII 是诊断这个脑病的 早期的一个什么 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服务检查 我想看这病 有多么严重 而且医院后怎么样 我可以做什么呀 叫脑电图 我要这样说 大家可能听说过 心电图 ECG 心电图呢 是这样的 心电图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是心肌梗死 心电图有个 偷的表现 而且心肌梗死以后呢 心肌梗死以后呢 心电图留下一个什么 一个病理性什么波 叫Q波 叫病理性什么Q波 那我们说 如果是脑细胞损伤 在脑电图上 也有体现 就是什么表现呢 叫Q波 在脑电图上 有什么波 叫Q波 有Q是吗 有Q波 证明是这个部位的 什么呀 脑细胞有损伤 所以呢 那可能是什么呀 就是缺氧 以前的损伤呗 这种情况下 我还可以判断 Q波越多 还能位置的不同 还可以反映这个病 医院后 接什么 这种程度 你说Q波越多 说明你损伤越大 那肯定是越严重 而且愈后肯定越差 所以我们说脑电图呢 可以对我们这个脑病 做一个什么诊断呢 愈后 即严重程度 做一个诊断 当我早期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 缺血腔的表现 有没有脑细胞损伤 做核磁是 最有什么呀 价值的 而且最早的一个方法 可以选择谁呀 核磁 叫什么 MRI 所以这种 服务检查的特点 什么时候做 那你要做什么 我们做医生呢 再有一个完美的了解 对我们诊断疾病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 看一下治疗 治疗呢 关键是在早期 维持什么 血糖 你总得让这个 损伤的脑细胞 只有营养吧 是不是 你别说的 那个低血糖 那营养更不足 那细胞损伤更严重 是不是 维持血糖 还有血系环境 还有血循环的正常 实际在什么 让大脑 这有足的什么呀 养量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关键目的 这是疗法 就供氧 咬酸 就用力血糖 就用力血牙 然后呢 如果发生精觉了 隆尼亚增高精觉 大家记住 新时代时期控制精觉 首选的就是本巴比托 我们有同学跟我说过 叫本托托 用上这个托 用上这个本 就托托的 就不精了 是不是叫本托托 所以控制精觉 在新时代时期 首选本巴比托 如果去年脑水肿 我要降什么 我要沥尿 沥尿 可以选什么隆尼亚增高 可以选负塞米 或者是什么呀 甘露醇 其实我们轻症 可以永负塞米 要重症脑水肿 可以选什么 甘露醇 大家脱水药嘛 大家比较熟悉 所以这是一个 再一个 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只要这个脑病啊 叫什么 叫压低温治疗 也就是说 让脑细胞呢 在低温环境下 好氧量最低 然后慢慢的修复 我们叫什么 压低温治疗 压低温治疗 需要有个要求 在持续检测什么 肛温 就是说 你别让你脑细胞这个位置的痒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温度低了 那你不用让脏器的 内脏器的温度也低下来 低到一定程度 脏器都会衰竭的 所以我们压低温治疗呢 也是有要求 而且应该检测是比较完善的 有这种条件 可以做一个什么叫压低温治疗 好 这是我们关于脑病的什么 治疗方法 这里边是个考点 我们说 如果脑病控制精绝 别忘了首选 美拜批 再就是刚才讲过的 关于脑病的轻度 中度重度 还有长度的时间 后半想经绝 是反噃表现 通证也比较好理解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志气评分一样 你只要是通一遍 能理解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关于这个 叫心晒什么 缺绻脑病 还有什么 脑里出血 看一下 第二个病 叫什么 脑里出血 心晒的疾病 脑里出血 分类有 还有什么 早上 我们根据这个孩子的不同 可能是他出的位置 也不同 所以要分清楚 足月儿还是早产儿 看一下这个足月儿 一般足月儿 发生领内出血 常常发生在什么位置 第一 硬膜外 第二 硬膜下 所以硬膜外 硬膜下出血 常见的什么孩子呢 叫足月儿 那看一下早产儿 早产儿如果发生 这个领内出血 常常发生在这儿 脑室光膜下 生发自己机制 或者是脑室内出血 在什么早产 这样发生 因为足月儿呢 一般都是什么呀 都是产伤引起来的 也就是说 我下产前 或者是什么呀 下胎息 导致着损伤 引起来领内出血 而像早产 其实本身就是什么呀 血管比较脆 缺氧 引起什么 发生破裂血管 所以在脑室内 还有什么脑室光膜下 生发什么 机制的位置 出现什么出血 所以这个早产 足月儿呢 因为它的边缘不同 可能发生出的位置呢 也不同 所以的胎龄呢 得分清楚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 分类 第二就是什么 仪式状态 平常表现 那我说 如果领内出血 啥表现呢 领内出血 可以导致什么 脑的内容物增加 肯定会出现 领内压增高的表现 当然领内压增高 除了我们大家 常见的表现之外 还有什么 还会扮有仪式状态 还有眼的改变 还有呼吸改变 还有我们说 脊胱力改变 痛苦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 领内出血呢 除了这个神经系统改变之外 一定会扮有 领内压增高的表现 领内压增高表现 我们前面 就作为医生 我们知道 什么叫领内压增高表现 什么叫脑膜气增 非常熟悉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一般孩子 会用这个表现 当然了 会扮有什么 神经系统 所上表现 你想呼吸节目的改变 还有这样的改变 还有瞳孔大小 不对等于改变 还有一些状态改变 那就说 叫临床表现 那我诊断 是不是领内出血 一般来说就做CT 可以做头部的超声 还可以做CT 还可以做什么呀 MI 是最重要的诊断说的 我在看 用影像学 确实能看到 是不是有领内出血 所以这个方法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用它诊断 我们一般B超也行 但是B超看呢 我们说方便 可以做床边做超声 但像CT和MI呢 尤其MI 对这个早期出血呢 还是诊断比较有价值的 所以呢 而且损伤小 对我们孩子 没有辐射 所以我们可以选CT 或者什么呀 MI 不过CT便宜一点 MI怎么样 稍微贵一些 但对出血来说诊断 它们两个价值 都挺高的 好 这是要什么诊断 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 这个隆内出血的分类 分类 经过我们的检查结果啊 可以什么 看看你这属于什么 隆内出血 什么位置 是属于几级 这要分类 SHE 还有什么IVH的分类 有CT分籍 还有什么 超生分籍 好 来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临床上 常做一个分类分籍 你想我们这个CT分籍 是这样的啊 一级 就是发生什么呀 叫肌脂区出血 叫一级 然后呢 二级是什么 发生肌脂区内出血 但是伴有脑势 实际上出血 尤其早产癌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呀 叫三级 脑势内明显出血 伴有脑势扩张 那肯定轮量肯定增高了 你要像四级 脑势内出血 扩张 帮有脑势质 也就什么样 也说了 所以呢 你看单纯这个什么样 肌脂区出血 那应该什么样 应该病情害 恢复比较不错的 然后说肌脂出血 帮有少了脑势 也可以 那要是脑势内明显出血 就确定脑势扩张 病情肯定越来越重 但是叫CT分籍 一二三级 所以四级 要明白 再来还可以走超生分籍 超生分籍呢 我们在超生底下啊 如果要什么 小于三老师 百分之十 那出血的位置 我们叫什么呀 叫 叫小了啊 叫小于三老师 百分之十内 如果脑势内出血 叫什么 这个世界 叫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十 大于百分之五十 有明显的脑势扩张 就比较这几级 三级嘛 是不是啊 脑势周一常回生 出血 或者什么出血性根子 那叫属于什么 属于四级 这叫什么 一级 这叫什么二级 这叫三级 这叫什么四级 去对应的 通过超生 看着什么呀 能看出来 然后呢 看有多少出血 做了CT分级 还有超生分级 来做分级 然后针对分级去治疗